好 接下来看到金牌奖金高达5万元的 副理箱第一届的摄影比赛 将在10月31号截止收件 花铃县日前连外道路是已经畅通 乡长江东城是欢迎 全国民众安排假期来到副理箱 并且透过镜头将这些丰富的画面呈现出来 慢慢品尝副理箱的一切美好 金牌奖金高达5万元的 副理箱第一届摄影比赛 将在10月31号征建截止 花铃县目前连外道路已经畅通 乡长江东城欢迎全国民众安排假期来到副理箱 并且透过镜头将这些丰富的画面呈现出来 慢慢品尝副理箱的一切美好 奖金提供了50万元的高额奖金 分为空拍组、人文组跟自然组 总共有45位的家座部分的话 能够可以获得这个奖励 我期待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是摄影者 可以来到从我们今年的1月1号一直到我们10月31号 在我们副理箱来走走看看 把我们的美景 把每一段的一个好的美景 都能够这个把它留存下来 副理箱公所为了推广箱内观光 将副理的美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第一届副理箱公所全国摄影大赛 预计10月31号截止争鉴 比赛分成风景、人文、空拍组等三组 以各组金牌奖金5万元 银牌奖金3万元 铜牌奖2万元 以及佳作12名各得5千元 总奖金共50万元 欢迎全国摄影爱好者来副理箱走走看看 一起来发掘副理箱之美 捕捉副理箱给你的满满感动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副理箱采访报道